嗨 各位又見面了 今天很榮幸受到SMK的邀請 要給各位頻道的觀眾一點小福利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你們安全帽的內襯 不管你是外送員還是不是外送員 現在社會一定是常常需要騎車的 那這個安全帽的內襯呢 它其實本身的顏色通常是黑色 所以說它其實如果有髒污了啊 還是有什麼灰塵的 其實我們很難用肉眼去看得出來 那我在豐原跑外送的時候 常常遇到一位外送的夥伴 那有時候就會來聊天 在路上聊天等待這樣子 我就發現說它為什麼每一次一下車 它都是先脫安全帽 就是它的這個動作讓我印象深刻啦 因為它就跟我說 它跑外送跑了大概兩三年了 那它覺得就是因為長期佩戴安全帽的這個原因 讓它有一點掉法禿頭的現象了啦 那雖然說禿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種 但它個人認為啦 主要是長期戴安全帽的這個原因 導致它會有這個這個現象 所以說安全帽的這個問題呢 是我們外送工作者 不可以忽視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SNK提供我們頻道觀眾的福利 就是這個安全帽的內襯清潔劑 然後我這邊會附一個截圖的畫面 就是從3月15號開始 你就可以到我們合作的店家 去索取這個內襯清潔劑 那一個人是可以索取一包 那如果說你在店家有幫他們做打卡 五顆星好評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兩包 那如果你是現役的外送員夥伴的話呢 你憑你的接單畫面 就是你Uber或者是FuPanda的那個 接單畫面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跟我們的店家索取了喔 好那接下來我就會來開箱 這個內襯清潔劑呢 用它來清洗看看 我這個佩戴半年的熊貓安全帽內襯 看看可以洗出什麼東西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做清洗的動作吧 好那是我們熊貓安全帽的內襯 那把它拆下來之後 先放在我們要清洗的容器裡面 那現在這一包就是SNK提供的內襯清潔劑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它是有點偏綠色的液體 味道就清潔劑吧 有點酸酸的感覺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淋在我們安全帽的內襯上面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用水 把它稍微蓋過安全帽的內襯 這樣就可以了 水來了 那我們原則上都是用擠壓的方式 那不要用柔的 因為可能會造成安全帽內襯的變形 那我們現在就先靜置個15到30分鐘 那我們今天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重綁大包 那通常我們都是把背帶的這一面朝向自己的背後 因為這一面如果你是朝外的話 它的這個東西如果勾到其他大車的 還是其他行進的路人 會造成一些危險 所以我就建議說把這一側可以朝向你自己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樣可以開始吧 那基本上像我這台Vomita 它是本身後面就有平台 那如果你是一般機車的話 你可以把前面這一側的繩子打結 然後把你的機車椅墊拿起來 然後把這個圈直接這樣子套進去你的機車裡面 所以前面這一段是壓在你的機車座墊椅下面 好那我現在是有平台 所以我就不用用這種方式綁 我就用一般的方式綁就可以 那它底部的魔鬼氈啊 都是可以自己去調整長度的 如果你希望這個繩子短一點 你就把繩子這邊黏過來一點 那如果你希望這個繩子可以變長一點 你就把魔鬼氈黏遠一點 那這繩子就會稍微變長一點 那原則上就是你去看你綁的情況 再決定說繩子要長要短 那我一開始就先讓它居中 那我們的機車通常都會有扶手的部分 我們扶手的話可以從這邊開始繞 如果你覺得繩子夠長你可以繞兩圈 那如果繩子不夠長的話 你繞一圈 你就可以把卡榫卡進去了 通常我是覺得說左右先各綁一邊 那後面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再依照箱子的鬆緊程度再去做調整 那這邊先綁上去 那其實我個人的經驗是認為說 你不用綁到最緊 因為我覺得你綁到最緊的話 車子的晃動跟這個箱子的晃動 它是完全同步的 這樣反而會比較容易殘損 所以我覺得前後兩邊總共四個繩子 那兩個緊兩個鬆 我覺得應該算是比較好的一個配置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綁後面的這個繩子 其實看你各個機車的扶手 的設計喔 反正原則上就是繞圈然後再綁 那像後面這個嘛 就是有點接不到了 那代表說我們要把這個繩子放長一點 那我們就是調整底部的 底部的這個魔鬼毯 把它往外黏一點 那這樣繩子的長度就會變長 反正就是各個嘗試啦 因為每個機車它的 服務手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繩子的長短你就自己去調整一個 看要怎麼綁才綁得到 怎麼綁比較好這樣 那我們現在算最後一個地方 那繞圈的方式 不是由內往外繞 就是由外往內繞 就是依照你們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樣看起來左右 大概是一樣的繞固 這樣子基本上就是OK了 它不會說讓你非常緊到 跟車子好像是一體的 但它的鬆也沒有鬆到說會 會讓車子的晃動太誇張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應該是 相對來講比較不會造成殘損 那我們就是成功的換回這個綠包了 就是可以不定時噴一下酒精 幫它消毒一下 然後就讓它在這邊通風吧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內襯清潔劑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大概浸泡了大概快半個小時了 的確可以看到隨時有點變色 就是變得比較灰這樣 而且我基本上我戴安全帽的時間不算長 因為我 有在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說 我跑外送並不是說非常的認真 那這個安全帽也戴不到半年而已 它洗出這樣子的效果 我個人是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水倒出來來看看 跟當初的顏色是差了多少 可以看到還蠻灰濁的 那如果你平常是沒有在care你安全帽內襯的人的話 你等於說就是把這麼一個有髒污的內襯 帶在你的頭皮上 那這樣久了久之會不會造成一些問題呢 那我想是可想而知的 好那我們現在會再過一次清水 那原則上我們也都是用這樣子擠壓的方式 不要用揉的 揉的就是說我們洗毛巾都會這樣揉嘛 這樣會造成內襯的變形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子擠壓的 好那我現在就先把髒水倒掉 再用清水幫它做一次清潔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清水再幫它做一次清潔 那如果你擠壓的過程中發現還是有泡泡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過一次清水 就直到它沒有泡泡再被洗出來為止 好那差不多現在已經過水過到沒有泡泡了 我們就可以找個好地方 把它硬乾就好了 那這邊原廠也是建議說 不用放在太陽底下啦 我們就是用硬乾的方式這樣 那今天安全帽內襯的清潔就差不多是告一段落了啦 那現在就是等它硬乾完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裝回熊貓安全帽上 就是繼續做使用了 就像新的一樣這樣 那這陣子呢我會先使用 SMK提供的這一頂全罩式安全帽 嚴格來講它應該是我的第一頂全罩式安全帽 那對於我們外送工作來講呢 其實安全帽就像是你去購買保險一樣 你購買的金額絕對是跟你的保障是呈現一個正相關 畢竟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嘛 那SMK的安全帽是我個人認為CP值還算蠻高的 就是有興趣的夥伴都可以去了解看看 畢竟你看熊貓一頂安全帽也是大概2400-2500的價位 而且它還不是全罩式的我嚴格來講 因為熊貓的安全帽它的下巴是沒有保護的 所以說如果你在遁地的時候 你的下巴還是會直接受到衝擊 個人覺得還不錯啊蠻好看的 就是各位有興趣都可以去他們的官網了解看看 那他們安全帽的種類呢算是蠻多樣化的 就是什麼風格都找得到 那也有很多關於安全帽的一些小知識 可以上去瀏覽看看 那最讓我感到特別的就是 他們是有在賣他們機構的零件 所以你是可以做細部的更換喔 那這一點是讓我覺得真的非常方便的地方 那這邊可以補充給大家一個小嘗試 就是其實原廠他們是不建議說 你的安全帽硬塞到車廂裡面去做收納 因為如果有受到擠壓的話 保護效果可能會有影響 那我們外送員的優勢就是我們有一個大包 那這個大包其實你平常在停車的時候 你是可以拿來收納安全帽的 但是有實安的考量 所以說我個人是建議說你可以放一個保護套 保護套的話就是你在購買安全帽的時候 原廠也會附贈啦 就是不用擔心 你可以放到保護套裡面 再放到你的大包 這樣就是可以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收納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夥伴們記得要去拿內襯清潔劑喔 都是免費的 掰掰